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仍然要跌532點 跌幅超過1.4% 收報35365點 標普500指數亦跌48點收市 收報4620點 納指跌10點 收報15169點 美國上市港股預托證券 造價個別發展 匯控制被搬改收市 跌1.45% 騰訊升0.19% 阿里巴巴升1.79% 美團升0.7% 國壽跌1.51% 中石化跌1.28% 中石油跌1.61% 歐洲股市就是個別發展 倫敦富士100指數 收市升9點 收報7269點 法蘭克福DEX數 收市跌104點 收報15531點 巴黎CAT指數 收市跌78點 收報6926點 看看金價 市場避險情緒升溫 柳日期間價格持續上升 去到接近4個星期以來的高位 首度重上1,800美元的水平 柳日期間 星期五收市升6.7美元 收報每安市1,804.9美元 看看最新的美媒價港元7.801 日圓113.556 歐元1.125 英鎊1.323 瑞士法輪0.923 加元1.289 澳元0.712 紐西蘭元0.673 美國國庫債券10年期債收率 比1.39 30年期債收率比1.8 看看港股 剛剛開始 暫時跌幅再擴大 跌168點 23,022點水平 國企指數跌53點 最新增8,163點 大肆成交71億多 這個環節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裏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